本节目有智慧家 时尚家 华帝高端智能锄电 独家挂名播出 我女儿是从四岁开始拍戏 一直就是在学习 拍戏 拍戏 学习 就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成长 我现在一觉得有人一跟我说 你闺女多二十了 我这心里的咯噔一下 就有一种孤独 有点凄处 我觉得做父亲的 就是不会去修饰自己的语言 他只是用行动 去做一些个事情 就是因为这种孤独的一种孤独的战争 二十岁的料理 就像青春一样 总是三心二意 举气不定 每个细节 都生怕错过 因为青春 稍总即逝 二十岁的料理 就是人生 这是料理 也是告白 美食告白记 告白需要鲜花样 酸奶就要特伦酥 本节目由超好吃的 特伦酥酸奶 特约播出 欲见非凡 美味告白 本节目由新能源汽车 引领者比亚迪 行业特约播出 烧菜选多利 告白更给力 本节目指定用油 油葵花油领导品牌 多利独家赞助 你冷静点行吗 刚还贴近哈巴狗 专业成吃人大灰狼了 don't be such a drama queen ok 哎 他为什么想 临统她男朋友 小彤你听一下录音 要拿这个 对 现在带上厅吗 对 作为父亲来说呀 这个 女儿现在长转了 要写个小秘密 爱和妈妈说 跟我沟通的很少 有时候挺失落的 作为父亲来说 只有行动 没有语言 我还是希望 女儿多和我说说话 像小时候那样腻着我 听完了 觉得有什么感觉 觉得我爸说的挺对的 因为有时候吧 就是感觉是长大了之后 一些女生的这种秘密 愿意跟我妈会说 跟我爸不是不说 是有时候不好意思说 我也不想让我爸担心 我愿意跟我爸那说吧 我爸就特担心了 就恨不得马上杀到现场来 就这样 那比如说这次机会 想跟爸爸一个小惊喜 可以啊 那我就给他做菜 想做什么菜 想做西红炒鸡蛋吧 这是一道拿手菜 然后再做一个新的吧 做个新的可乐鸡翅 爸爸爸爸我这边还有两场戏 所以就收工了 咱俩今天晚上在酒店约个饭呗 希望我爸能速度描违我这条威胁 叔叔您好 请您听一下这段录音 好 平时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平时喜欢吃我爸做的菜 像红烧鸡翅啊 点灯焖面 油焖大虾 都是我特别爱吃的 就是拍戏的时候 会特别想吃 就是家里面的菜嘛 这时候要有个猪肉混香虾饺饺 似的那就太幸福了 我闺女今天晚上 还约我吃饭呢 正好我呀 趁这工作我也给她们弄点菜去 给她来个惊喜 我一会儿买完菜回来 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个厨房 我好做啊 没问题啊 有我们家双双饭 那些就是特别爱吃我走的饭 闺女在外里也挺辛苦的 做点可口的饭菜 起码是家里的味道 哎 太闪到了 咱们下车吧 好嘞 走嘞 我从小 在北京 五上土打 有虾吗 没招过 那边 没惹过 哎 这多天已经 五十 要是 但是虾还五十呢 这个 晓菱 好似义 拉二斤 可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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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可贱 这个 这个 哎 哎 哎 把水控干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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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的 绝对干净了 都没水了 都没水了 没水了 那你还行 一会儿 谢谢 奶酱的肉馅好 我这腿皮都捏了 哪脚去 你们这脚的得细会点 在南方 这脚的就比较粗 这你得多脚它几次 玩意给我细一会儿了 我先看看 靠谱 还真靠谱 好嘞 再还得买点葱姜蒜 慢走 回家了 来四哥 这 够了 这买多钱啊 够了 回家呢 这回就算基本差不多了 回家给我闺女一包饺子 再做个鸿闷虾 玩意 其实做多少它吃的也少 人家减肥呢 对吧 走吧 咱们就去厨房开座 好 这厨房不错啊 挺好 先弄那个浑香馅饺饺子 我做饭那是说句不客气话 就是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我做的饭 这浑香馅饺子呢 就得先和面 为什么呀 因为这面呀 它得醒着 我是一般的和面粉 最好是让它不软也不硬 完了 这块员活好了 但是我现在为什么又没怎么去老揉它呀 你再怎么揉 它也是这样 必须得干嘛呀 醒它一会儿 下一步我就得做馅儿 我说句不客气话 不是自买自夸 我这倒工还行 先放姜 掉走 再搁点油 姜油 这大馅儿刷啊 顺着一边走 打出来的地方 这时候再搁葱花 切点红香 破之前呢 往里头搁一鸡蛋 现在啊 咱这馅儿完了 实不瞒你们说 我闺女想跟我学这个学那个 一样没交过 我跟爸爸约好的时间 实际上 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快点看 因为回去还弄酒店厨房 还得弄那个菜 主要还不知道人家答不答应 还得跟人家解释一下说 所以还有好多麻烦事 时间还挺紧张的 不想让爸爸等太久 来不及了 还得找人 还得借厨房 快点 快点 你好 就是想跟您借一下厨房 跟我们老总 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好 好吧 谢谢 李总 这边的话有个情况 跟您汇报一下 那我能跟她说吗 那我能跟她说吗 这边光泽姐想跟您通话一下 您看可以吗 好 你好 阿姨 阿姨 不不 姐姐您好 上来我故意直接不借我了 因为就是想给爸爸一个惊喜 然后就是做一顿饭 所以就是想借酒店的餐厅的厨房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麻烦了 谢谢 那这边请 好 谢谢 既然答应了一个无理的要求 再答应第二个无理的要求 好 什么要求您说 我的菜篮子是空的 因为我没时间买菜了 要我帮您准备菜吗 就是我 就是借 借点蔬菜 我可以在 我可以买菜 在酒店的蔬菜馆里 可以 这边的话 我带您去我们这边的东库看一下 那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非常简单 西红柿 鸡蛋 还有鸡翅 这个节目也是充分体现了我的 一个隐藏的个人记忆 你们一直聊 好可爱 这个猴子 看哪 这边 好 看不得酒店这么好 原来是酒店的管理团队 非常的到位 这是不是得挑中我 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不爱说话的人 不好意思 跟您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过 电视剧里面好像有过 把路远和将来还关了里面 路远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路远 你别废话 那备用钥匙有没有 你赶紧去找去啊你 好 要不这样 您看这门 我怕一会儿给我关在里面 好 那你先 这门不会一会儿关了吧 别把我关在里面啊 我去 这边 这边也没鸡翅啊 谢谢 有鸡翅吗 鸡翅吗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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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材我已经拿好了 非常感谢 洞窟非常冷 我先带你去看看 好的 谢谢 哇塞 这都很厉害 现在呢就官大厨师 不是 灵魂厨师就要上线了 为什么是灵魂厨师 因为就是天赋吧 天赋它只是代表做饭好吃 但是做饭的过程遛不遛 那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那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这个一看就是给单身狗设计的 你一个人都可以把它记好了 现在开始我要做饭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开了 太聪明了 点火 不是我的话 不是我的话 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太联小 胆小不敢点火 平常点火都这么点的 基本上有这个就可以了 语音操控 你好小智 主人您好 我是小智 最大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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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专门的 这个小智 最小风量 最小风量 你是派来安慰单身狗的吗 他们不回答了 可以 挺好 我很满意 然后先 先洗菜 先洗西红柿 我现在要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对我有很多很多意义 首先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 也是他们爸爸妈妈经常做给我的一道菜 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学做菜的时候学的这道菜 因为吃了很多爸妈妈做过的嘛 他把这道菜就做给他们吃 好吃虽然很简单 但我觉得只要它充满意义 它就是一道与众不同的菜 先切西红柿 以前我老跟我爸说 我说爸你能不能教我做饭 能不能学你那些独门秘籍 然后呢 我爸有时候就不爱教我 他还老留一手 我闺女想跟我学这个学那个 一样没教过 一个是没有时间教 二则呢 开玩笑的说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什么 你都学习了你该不找我 所以真是 我跟我闺女的口味是 太差不多了 你想想有时候 你像我爱吃的几乎他也爱吃 我爱喝炒酸 太喝炒酸 我爱喝豆汁 姑娘总也能喝两碗 像我平常吃饭 我是一个就是比较清淡主义者 像我们都活得比较健康 然后像我爸就是纯重口味 我跟我闺女的口味太差不多了 好 我要现在开始打鸡蛋了 我最爱吃鸡蛋 所以我一般都放四个鸡蛋在这里 还是很溜的 感觉自己将来以后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贤其良母那种 好了 准备工作 其实还没做完 因为还没切葱 姜 葱花 我的妈呀 这也真太原始了 我还真有姜 可是葱花的葱是这个葱吗 也只能是这个葱吧 你觉得感觉怪怪的 我西红草一旦放过葱花 没有 那是另外一道 那是另外一道 在我桥菜印象当中 姜在我的心中的形象 就是片状地躺在旁边了 我今天突然间看见她了 天哪 我觉得得做到明年去了 可能为什么不能给我点姜末 算了 切点吧 哎呀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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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着切着我自己 这视频播出去 我这不也成贤其良母了 别人看着我都不太怕 做饭 我说我做饭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只做饭 对 就准备工作 可能就是之前会有人 帮我准备好 所以像一般灵魂厨师 只是注重天赋和炒菜的味道 过程和细节都不重要 我要开始做饭了 我有点紧张 感觉 感觉自己要暴露的些什么 然后冷静 还是打开它吧 看一眼 菜脯 看一眼 番茄炒蛋 虽然我平常已经深刻地 把这些步骤都记在脑海里了 我只想大家也知道 应该如何做一顿西红柿炒鸡蛋 可以 这是油吗 是油吗 是啊 你别坑我 我们都是艺术家 现在我是路远 说了厨师都是艺术家 是要充满想象力的 谁规定姜默应该是那样的 姜默也可以是这样 好 首先我觉得她一定会见得好厉害 我应该先摊鸡蛋 我怎么把他修饰到 灵魂厨师就要上线了 天赋它只是代表着做饭好吃 并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贤气良母那种 所以说你知道吧 做饭不能说话 做饭得认真的研究你知道吗 我现在还要再拿一锅 再把这锅蛋给点上 我还要把那鸡蛋给炒出来 我的妈呀 可以 这样也好 省得还浪费时间了 两个同时进行 一会儿要是再忘了放调料 就更好了 直接无味的 首先今儿不是美食告白鸡 我这是美食分手鸡 分手鸡 起码吃完这饭 都得分手了 我觉得 幸亏知道这顿饭 现在是做给我爸吃的 就是我爸爸 女儿在爸爸心中 永远都是最好 做成什么样 我估计我爸也会觉得说 这一道充满爱的菜 所以呢 以后吧 就是会做饭的男生在我这儿 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会打下手 我觉得是比会做饭 还重要的一件事 我的天哪 这锅也太沉了 我换个方式把它盛出来吧 好了 做完了 这个 就交给那个 假装有一个 男生一会儿过来帮我 处理这些什么 锅呀 碗呀 什么的 假装 亲爱的月儿帮我把这个收一下 我要做什么菜 假如我做红烧黄黄鱼 把鱼得给我拾得好喽 就是不爱刷碗 就是不爱刷碗 而且不爱做指辈工作 对 我就是遗传 不是我自己 我自己可能 也许如果不遗传的话 我应该是那种很爱刷锅的女生吧 什么 我从小我就说心里话 我就比较怎么说呢 爱做饭 但是最后刷碗我可不玩 收拾东西我可不弄这事 饺子是包好了 下面呢 我再做一个 油焖大虾 做虾呀 咱们得先拾到它 我把那条黑线给它挑出来 把虚子都给它搅了 但是我留那头 其实这油焖大虾 我看是挺简单的 倒油 烧点油 煮得热热的 差不多 用鸡翅吧 我这鸡翅太麻烦了 这鸡翅还弄料 鸡翅把它直接扔锅里吧 我决定了 我就随意地创造 好啊 你们有点忘了 所以看一眼菜谱 本来还是 怎么感觉自己做了 煎鸡翅一样的 感觉好奇怪啊 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 确实是先放油啊 我也没错 马上快二十了 初音做的我想跟爸爸说 开心就好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虽然做饭 过程挺 真挺难的 我连鸡翅都加不住 然后 但是我特别想做一顿饭 我真记得 我好像不是这么做口的鸡翅了 等会我先把它弄明白了再说 这应该是 这是酱油吧 什么玩意儿 这是 这是糖吗 我好厚啊 看起来像 这是鸡精吗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鸡翅一定是黑暗料理 我都想都不用想 我把可乐倒进去 这个也做好了 然后我就准备出锅了 关键锅怎么都这么沉呢 我把它摆好看一点 好了 做完饭了 然后呢 马上就要给爸爸做一道特别健康的甜点 然后邀请我的朋友 马克西姆 你好 欢迎 你好 我的小妮子 你好 你今天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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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二十岁 中岁生日 今天我给她这么一惊喜 我得给她写点东西 每年几乎我都想给她写一个 希望她以后作为父亲来讲 走得越好 越好 好嘞 走了 因为这些照片都是记录着 我爸爸陪我一点点 一路一路陪伴过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爸爸看到 应该也会感动 其实今天是我做饭 不是在这吃 是我做的饭做过来了 我还告诉你 其实爸也给你做了一道菜 是吗 那当然了 那肯定的 你把你菜弄上去 我把我菜拿来 很惊讶 特别惊讶 因为我以为 我这个真的是以为 只是我给我爸做的饭 没想到我爸也给我做了 我也不知道他给我做的是什么菜 但是我知道他爱吃什么 或者怎么着呢 主要就是给他一惊喜 我先不晓我的 我先看看你的 这是送给你们特别的礼物 这是送给你们特别的礼物 还这么隆重啊 我瞧瞧 你知道爸我给你做的什么吗 这是什么呀 猪肉浑香馅的饺子 对 这是最爱吃的 还有一个 油焖大虾 对了 这是你最爱吃的 太棒了 这是我费了半天劲 那我吃一个 你可以尝一尝 你可以尝一尝 滑香馅饺饺子是我质爱 就是那个馅是绝对质爱 就从小吃到大 蘸着醋就说算 就想想那个味道 都是家里的味道 而油焖大虾是因为 就是这种甜的那个汁 也是我从小特别喜欢的那个味 然后爸爸都给我做 所以我觉得 不管在哪儿 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我觉得是一件最幸福的事了 这是送给您的礼物 这是送给您的礼物 您们也知道我爱喝酒 不错 西风酒 这是你做的 我做的 我尝尝 嗯 这俩菜都不错 都挺好的 真的啊 我跟你说啊 嗯 爸不但跟你做了个菜 而且呢 我给你写了几段话 你看一看 嗯 好不好 好 双双 我最可爱的女儿 今年你二十周岁了 二十岁 已至青春年华 梦启航开始 爸爸希望你认真读书 努力学习 争取做一个有知识 有修养 有道德的好演员 要记住 在你今后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的家 是你最好的温馨港湾 另外 要懂得感恩一切 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们 用实际行动 感恩社会 做一个真实自然的自己 要记住 身体健康 是你一生中唯一的宝贵财富 祝你二十岁生日快乐 这就是把对你二十岁的祝福语 好吧 要认真地去学习 好好地读书 做一个有道德 有修养 有知识的好演员 我对您就是 只要您开心 只要您身体好 什么都行 好嘞 咱就这么一言 一言为定 现在他二十了 我觉得 哎呀 我感觉到十八岁成人离 那么快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将来以后 也可能找个对象再结婚 你说我这一个人 就挺孤独的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 自己的女儿 永远不要长大 其实爸爸说我都懂二十了嘛 也希望自己就是 像爸爸说的那样 学会去 在感受爱和被爱之间 我觉得 要幸福吧 幸福每一天 通过今天约会告诉我 就是以后要多给爸爸做饭 因为说美食和爱不可辜负 然后通过美食来表达爱的话 我觉得那真的是 最好的告白了 灵魂厨师就要上线了 葱花的葱是这个葱 你这感觉怪怪的 我西红柿蛋放过葱花 关键还不会切 煎火 你是我的吗 这个有点意思 你您操控 你好小智 我现在要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主人您好 我是小智 你是派来安慰蛋吗 你是单身狗的吗 挺Drama的 这个小智 为詹瑞文老师做一顿饭 画面的面 画面过于血腥 不知道今天为止 可能尝试做菜也就一两次了 我应该先加油 应该先热锅 面跑了 多吃 夫妻废片 我感觉我要摧毁这个厨房了 那中没中没中毒 你没中毒 我再生 真的没赌啊 你可以先吃进去试一下 一百分打多少分 希望他们高兴起来 希望觉得 这是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我觉得特别开心 会很好玩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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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